那我们刚刚除了王沪宁之外 我们来谈谈王毅这个角色 王毅第一个大家觉得怎么样 他长得非常的挺拔 长得非常的挺拔 就一站出来 就是那种大国的感觉 我给大家看一下 过去这几年 他在大陆圈粉无数 很会讲话 很接地气 那2017年8月8号 他在马尼拉会议的时候 惊惧齐发 这个画面讯息传回大陆 大陆网友真的是嗨翻了 他怎样 他去跟这个人家日本外相 他是这个大陆外相 跟日本外相说 你很好的完成了美国交给你的任务 有没有这句话超讽刺 跟日本外相说 你很好的完成了美国交给你的任务 言下之意日本就小弟了 这句话骂人不带脏字 有没有 谁在执行安理会各项涉潮 涉北韩的任务呢 实际上是我们中国在执行 这种困难工作都是我们国家在做 你有没有搞清楚 像韩国的外长连续发问 请问你们萨德能够拦截朝鲜的洲际导弹吗 你们答应美国部署萨德 那请问北韩的导弹你们拦得住吗 他讲的话都不长 但是我们看到一下子打中要害 然后呢 他对于很多外媒讲 我看现在还有谁在填海造地的话 肯定不是中国 我们不希望域外国家就此指手画脚 甚至试图下指导旗 另外很多外媒西方媒体 在记者会当中 就会发问一些 要让中国比较难堪的一些问题等等 王毅是毫不留情的呛回去 他完全不会失落 他怎么说呢 2016年的时候这段谈话 也是圈粉无数 他那时候的视频 再加上他的表情 在网上有各式各样王毅的梗图 超杀的眼神 不屑的眼神等等等 看到男神等级的外交官 他跟外国记者讲 你了解中国吗 你去过中国吗 中国欢迎一切善意的建议 但是拒绝任何无端的指责 你的问题充满了 对中国的偏见与傲慢 他把他的内心化 很多中国民众的内心化 直接在一个西方的一个记者会当中 直接的表达出来 所以这些话呢 造就了这个王毅说实在 在这个外交系统当中 他个人的权威 他的声望等等 那这次呢 他可以说是破格 升任了中央政治局委员 也接替了这个杨洁篪 中央外事办事处主任的这个位置 他是大家公认的日本通 早期驻日 他是他的武器 也是他的软肋 那所以这个 我想请教一下这个介大使 你怎么看待王毅这个角色 王沪宁这个角色 今后对美是不是像是 这个习近平的两个左右手 扮演这样的一个角色 其实我们看大陆的外交人员 有时候他们非常的强硬 又看得很过瘾 其实这他背后有他的指导思想 你知道这个中国大陆 1949年建政以后 他整个外交主导 继续上就是周恩来 结果他第一批要派出去的大使 百分之百是军人 只有一两个不是军人 那他把各个解放军的很多将军 集中到北京去 然后给他们上课 然后这些将军都很奇怪 说我打一辈子仗 我干嘛要出去 我怎么会去当大使 我对外交一撬不动 结果周恩来见他们的时候 就集合起来 那他们就说 他说报告总理怎么搞 我们是打仗的 我们是军人 不懂外交 怎么现在去当大使 周恩来只告诉他们一句话 他说外交跟打仗一样 就是战争 就是打仗 所以他第一批派出去的 通通是 通通是这些解放军的将领 所以大陆的这个外交 有一个传统就是革命外交 战斗外交 那所以他们的这个 外交的传统是这样 唯一他们比较放软的时候 就是在改革开放 那个时候邓小平说 我们放弃革命外交 那韬光养晦 稳坐钓鱼台绝不出头 那是他一个短暂的一个时期 他的本质上是把外交看成是一场 是跟军人一样的角色 是一个战斗的角色 所以你看 现在才讲中国战狼外交 中国的外交一直很强硬 一直是强硬 到现在他发觉情势不对的时候 他现在是不是战狼 他是斗争外交 斗争外交 他基本上是斗争的 那这个斗争的话 第一个就是要 像王毅这种老手 王毅事实上是 他是这个 等于说中国大革命 改革开放以后 比较新一代的 那他是学日文出身的 日文出身 可是他历练非常的完整 他2013年担任外长 到现在你看 已经担任九年外长 九年外长之前 他担任五年国台办的主委 也是部级的 那在这之前 他是外交部次长 对于美国 对于日本 他都熟 非常熟 所以现在把他这个老手 放到杨洁篪那个位置 基本上就是要预筹帷幄了 而重要的外交事务 基本上还是他出去 那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 这一次把王毅 69岁还留下来 事上是非用他的长才不可 而且今后中国大陆 整个来讲的话 我认为像习近平讲的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讲的不是中国的变化 讲的是国际局势的变化 而且这个国际局势 对中国产生的变化 那他基本上 那你怎么样 把国际局势 对中国的各种挑战 甚至一种压力 你能够处理得很好 你面对这种 台山倒海来的这种 攻势来讲 各方面的攻势 那你没有一个老将 能够带着一群有经验 而且他也熟悉 这个主帅的一群 外交部队的话 你怎么面对这个情势 所以外交的布局 我觉得中国大陆 现在是它的重重之重 经常这晚上睡不着觉 你很想要睡的时候 身心放松 就会很需要这一瓶 茶氨酸来调节情绪 同时还可以增强 您的抗压能力 现在下定的话 记得打上我的这个 折扣码 CTI717 若于帮你来打折 请不吝点赞 微笑